看农村人一天的生活 看我家今天揍了啥饭呢 今天大姐修班来山里找我们玩 公木说咱家后山里的苹果熟了 你大姐难得来一趟 去摘点 让你大姐拿回家尝尝 牛脸 咱们来到了后山苹果园 你还别说 苹果还真集了不少 来吧 那就别客气了 摘吧 千万别拿自己当外人啊 我和大姐就哭哭一顿摘 看到满园子果子心情都变好了 我家这个果子别看个头小 口感绝对是No.1 看这位大哥 来不来先炫上了 边吃边夸 这果子皮薄之多 太好吃了 公公听说大姐喜欢吃辣椒 说啥得让摘点带回去 菜园子里辣椒品种还真不少 有辣的又不辣的 摘着拿回去 大家都尝一尝吧 牛脸咱们回家了朋友们 菜园里摘的小番茄 大姐说 吃之前拿盐水泡一泡 姐妹们 看我今天买的这个猪肉咋样 八块五一斤 猪前腿肉 要说不说 这猪肉价也太便宜了吧 姐妹们 你们那里猪肉现在啥价啊 今天大姐来 做点好吃的吧 包个猪肉白菜馅饺子 大姐说那我来和面 我说那我也别闲着 我来剁肉吧 咱们包饺子的面呢 尽量和的软一点 做出的饺子才会好吃 大姐说 你看我和面 没有做到三光 手上都是面 我说那又啥了 一会儿我给你吃光 这不就三光啦 要说不说 剁肉可真是个力气活啊 强哥说那我来吧 我说那我绝对不给你抢 姐妹们 一天操不完的心啊 这不这货又把自己拴住了 大姐说 包肉饺子 葱必须多放 才会好吃 我说那咱家别的没有 要葱还是多的是 来 多拔几颗 朋友们 咱家这几个毛孩子 老的老 小的小 来 给加点牛奶 增加点营养吧 你还别说 这几个家伙 三下五除二 就炫了一袋牛奶 妥妥的都是吃货啊 这会儿强哥的肉馅也剁好了 你还别说 强哥多肉的技术 是张飞绣花 粗中有戏啊 想要肉馅拌出来 鲜嫩多汁 一定要加花椒水 加花椒水是去腥增香的 边加边搅拌 后面 这货 直接上手了 拌了一会儿 他说 忘了洗手了 我真是傻小子拜年 无话可说了 抓拌均匀之后 强哥就开始拌馅了 先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老抽上色 再加入少量的鸡精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呢 加入少量的一个食盐 再加入花椒粉 提味 继续呢 给他搅拌均匀 你还别说 现在的肉馅小味挠一下就上来了 大姐说 我来给你安排个豆角凉菜 我这个大姐主打的就是一个勤快 朋友们你说我做个饭吧 她就这么盯着你 你真是没办法呀 牛脸大姐把白菜已经剁好了 剁好的白菜呢 再给他来点食盐 腌一下白菜里面的水分 给他搅拌一搅拌 腌上个五六分钟 五六分钟之后 把白菜里面多余的水分呢 给他挤一挤 挤好的白菜直接加到肉馅里就可以了 接着咱们再加入少量的熟油 适量的香油 给他充分的搅拌均匀 葱姜也不能少 直接切碎加进来就可以了 姐妹们就看见我这个肉馅有没有食欲吧 现在晒力已经很凉了 我们准备在太阳底下包还暖和点 我和强哥把祖传的桌子从礼物搬出来 强哥把桌子擦麻干净 我们就准备开始包饺子了 强哥说来吧 我也一块干吧 这个我也会 朋友们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人多力量大 以卡梦眼的功夫 一大脸饺子我们就包好了 强哥说就这点馅了 你俩慢慢包 我先去点火烧水 这样咱们两不耽误 牛脸的功夫 强哥就把柴火准备好了 开始点火烧水 准备煮饺子了 用大锅煮饺子就是痛快 一大概莲 一锅就给它全下进去了 朋友们 俗话说 三开的饺子两开的面 所以煮饺子需要煮三开 打三次凉水才能完全煮熟 煮熟的饺子呢 完全浮在上面 哥哥圆鼓鼓的就熟了 煮熟的饺子咱们给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开饭了 朋友们 开饭了 姐妹们 今天这个饺子实在是太香了 薄皮大馅 鲜嫩多汁 特别的好吃 真的是香迷糊了 农村就这生活 简简单单 一顿中午饭 喜欢吃饺子的姐妹 一定去试试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见 拜拜咯 点关注不明路